接着我们来进入到我们谈忍辱型的修行里面 怎么样排除在日常环境里面 常常遇到的这些的不对等的一个待遇 也就是我们觉得遭受到了别人一些的不公平的对待 其实最严肃的事情就是 有很多别人对我们的无理的举动 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自取其辱 意思是我们先错在钱了 我们错在钱 然后又欠缺一个回光返照的能力 所以才会引来别人的勃然大怒 那如果别人生气是有原因的 有立足点的 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别人的生气 我们还要生气 你反而要惭愧 为什么我修到欠缺的警觉心 在言语在行为上去伤害到别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假如我们回过头来 看我自己内心世界 里面没有任何我要去负担的一个错误的责任 我们就把别人的一些不当的对待 你就把它彻底放下 你要把它当成马尔东风也好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立式恋心都可以 总而言之 就是让自己的心性 在任何一个情境之下 都能够保持 只是往上提升 而不要往下去沉沦 这样的修养 它就是我们火候 见趋到位的一个征兆 所以若我撑走 我自作恶 何以故 如果你要面对别人真实的一个指骂 或者不实的一个指责 佛陀都告诉我们 你无需动怒 你还想要生气的话 那是你自作恶 意思是自作念 就不可饶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 别人骂我还要说是我自作恶呢 他说为什么讲自作恶 因为当我们对于别人的言论 我们起了一个不满的心 就会有脾气出来 贪嗔吃是剁三恶道的 吃在畜生道 称在什么 称就是堕到所谓的地狱道里面去 那我们难道要让自己 落在这样悲哀的一个地方呢 贪是鬼道了 恶鬼道了 所以若我与比三恶道中受苦恼者 则为自作自受苦报 所以人因为称心 都到地狱道里面受苦行 那都是自作自受 你不了解 面对别人真实的指控 我们要自我调整心态 要改过自心 你不了解 面对别人的无中生有 你大可以置之一笑 视为一个心性的 一个断念的机会 这两种方法 佛教我们的 我们还不去 依教奉行 还要面对别人的任何的言语 态度的对待 我们起争恨心 然后中三恶道的果报 那就是咎由自取啊 所以事故说言 一切善恶皆因我生 所以人这一生 你的去处是好是坏 这一生过得如意还是困苦 那都是你咎由自取 那都是自己招来的 所以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啊 天按照我们过去生的造作 安排了我们这一生的命运 这一生得以心逢 善知识善法的熏悉 我们改过自心 你未必要照着既有的因果去走啊 这叫做天作孽有可为 但是你道理明白了 你不去如法炮之 依教奉行依然我行我素 那叫做自作孽不可饶 那也怨不得别人 那一切的好好坏坏 还不都是因为这个四大甲合之体吗 善用四大甲合之体得到的是利 不善用被四大甲合之体给困住了 你得到的只是伤害 我们一般繁复的心态 这是后学整理出来的心得 书上也有记载 所以您就不用再多抄路了 他说一切凡人 轻智则称 亦智则喜 遇到别人侵犯我们的权力的时候 我们都会生气 遇到与我们几身有益的事情 我们就莫名其所以然的欢喜了 不智则畏 然后遇到恐怖的事情 我们就心生不畏了 他说我为菩萨不可如比 可是今天你发心走菩萨到了 你的一切的作为 面对境界风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让过去的那种旧有的心态 现在还依然会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可以 即便现在在凡夫地修行 虽未断结当自益智 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如火纯青 我的烦恼没有断除 我依然是凡夫一个 你也要益智自己的七情六欲 益智就是不自然 学到一定要从不自然里面 慢慢的习惯成自然 一切都是从勉励而为的 因为过去累结 放纵惯了 现在要收缩我们的六根 要改变固有的一个态度 它当然很难 所以一定是要勉强的 如果连勉强都不要 我修到干嘛要勉强 那就是你甘心居于凡夫的位置 那也莫可奈何 所以修行忍辱脑骸不撑 静养不喜 艰难不应不畏 一个真正修大圣菩萨道的人 在面对境界风在吹动的时候 逆境里面不起称心 顺境别人对我恭敬 给我种种的好处的时候 我也没有起欢喜心 遇到比较艰难险恶的事情 我也没有觉得恐惧 当为众生心大悲心 不论对待我的人 是抱持的何种心态 我与对方都起一个慈心 慈心就是要有救度对方 成全对方的悲悯之心 菩萨若见众生来恼乱 当自念言 当遇到别人带给我们 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这样想 是为我之亲厚 亦是我师 亦家亲爱 这个人 他是真心对待我的 所以他才愿意指责我 他不愧为我的良师益友 我面对他的指责 我不应该生气 我反而要跟他保持密切关系 因为在云云众生 这么多的人里面 我难得遇到一个真心对我的人 所以我要尽心代之 面对你我们所谓的仇人 佛是起这样的观想的 为什么要这样想 他说比若不加重脑 我则不成忍辱 你如果没有对我的不当的对应 我的忍辱心怎么修出来 我们没有种种逆境的一个磨练 你的心量怎么扩展出来 你没走过那条路 你怎么知道在那条路上里面 锻炼出什么样的一个本领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幼时 如果从小我们的父母 怕我们走路摔倒 把我们捧在怀里 提在手里 请问你 你会走路的时间 是不是会大幅度的往后延迟 所以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摔倒是必要的课程 它是生长的里面 应该要有的一个经验 人生如果只有顺势 没有利势 它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没有办法有免疫力 没有办法有抗体 我们只是在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情 怎么样转化那个资量 从不利变成有益于自己 那就看你我的本事 所以同样中我在提供我们饮食 有的人吃了可以长智慧 有的人不长智慧 有的人吃了可以长力气 有的人吃了不受益 那是我们个人的消化能力 吸收能力不一样 食物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回过头来怪自己 而不是怪外面的东西 我们很习惯把自己 一切的境遇的不顺 都推到外面去 所以从不见己过 所以上男子 生忍因缘有五事 在忍他佛法里面分三方面 生忍 法忍 无生 法忍 这三个境界 第一个先谈生忍 我们遇到有需要练生忍的 一个境界风的时候 你要当下要起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了解生忍之前的事情 先看一看何谓生忍 生忍就是众生忍 不论任何一个人 包括路上的小狗 对我们汪汪叫 咬我们一口 你也不要回过头来 去咬他一口 当然我们不可能去咬狗一口 但是你咬我 我就拿一颗石头丢你 你跟咬他一口 有什么差异呢 不也是同样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吗 所以你面对外面 一切友情众生 加注在我们身上 不利的事情 心里面不要有称恨 不要有怨气 面对人家提供给我们的好 就像中午啊 听说除了包子 还有萝卜糕哦 怎么那么好运气啊 我只知道有包子 不知道有萝卜糕啊 各位前前的福报 真的每次记得到 哎呀你不要吃了以后 就心里想 下一次来还有没有 哪一个人妈妈 还要过生日 你不需要这样子 这种种供养 心意不起欢喜 其实所谓的僧人 就是告诉我们 八风吹不动啦 那如果面对人家 不当的对待呢 菩萨于一切众生 如同慈母爱子 不撑也不恼 实际上 现在的慈母也很少啊 有没有看过 昨天的一个新闻 那小孩子多小 妈妈虐待完 爸爸虐待完 妈妈虐待 一对夫妻轮流虐待 那个孩子 最后虐待死掉 自己生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不是人啊 虎毒尚且不识子啊 有时候看到这种新闻 心里面真的很痛苦 现在就这样子 以后的世界 你能想象吗 人是人的世界 不会仅仅存在 伊索皮亚 所以有机会啊 能够跳出六道轮回 赶快回去吧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好留恋 回去以后 加把劲 这些生接受 别人那么多的 关爱 供养 好好修 赶快再来人间 把那些 还没有回去的人 把他接回去 这就是我们的愿力啊 所以讲的生人的忍 他有忍耐的意思在里面 那你要做到生人 就是人空啊 看破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你把这个四大假核之体 看破了 你看破你不执着 伤害从哪里发生 就没有了 所以生人是让我们练 人空的 教我们把那个强烈的 我只给淡化掉 罚人呢 在讲罚人之前 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内容 他说恶来不报 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当的对待 当下你要起一个观想 我不要去把别人对我 不公平的对待 我再反注于这个人身上 第二个 观无常想 人世间变化无常啊 你看有的时候 朋友之间的对应 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对应 对不对 然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应 各位前显 有没有觉得很无常 夫妻也无常啊 如果不是无常 请问你怎么会有离婚率 怎么会有打打闹闹 哪一个人结婚的时候 是打打闹闹的 都是一团和气 甜甜蜜蜜 一定是甜大过于什么 甜大过于酸 大过于苦 你才想结婚嘛 一开始就很不幸 你会想结吗 结了以后才知道 掉到现金里面 但是拔不出来了 毁之晚矣了 人世间就是如此 有的时候父母 很认真的在抚养孩子 孩子不成才 有的时候父母 对孩子百般关爱 孩子不笑 这也不是你能预期的 小的时候 哪一个孩子 不是抱着爹抱着娘 甜甜蜜蜜的 在喊爹跟娘的 但是曾几何时 你不再是他的唯一了 这很正常 如果从生到死 父跟母都永远是他的唯一 那这个孩子就很危险 你也要看淡了 羞于慈悲 其实佛际里面 常用父子两代之间的关系 来比喻 人与人之间 你要异地而处 因为子女对于儿女 不论多么不孝顺 最先原谅儿女的 永远是父母 各位先生你去仔细观察 你不要观察别人 你看你自己 你一路在抚养 儿女的过程里面 有多少的心酸 这个孩子让你气得 想吐血也吐出血了 可是当孩子 甜言命理一句话 你就认为 哎呀我儿子在帮我排毒 他把我里面 积的浴血给我吐出来 他在排毒 你永远对你的孩子 有一个宽佑的 一个什么宽裕的脚 安慰的解法 你用这样母对子的慈悲 去对待旁边的人 那你我都是老母的孩子 师尊师母的徒儿 师徒也如父子 不论我们犯多少的错 知过能改 老天从来不会 不肯原谅我们 但是要记住 要在活着的时候改呀 不要临死就来不及了 因为盖观会论定 人世间最尊贵的 各位勤贤 真的不是财富啊 财富有什么了不起 后学先生旁边 有一个社团 你知道在里面的人 那十几位 除了我家先生之外 那十几位 少说都是数亿的家财 都还客气的 八亿十亿二十亿的 踢一个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这么有钱的人啊 可是你仔细跟他沟吞 他跟你聊了 你发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不缺钱 钱满为患 但是他有其他的问题 这人世间没有什么好让你觉得不满意的 你的苦 别人虽然没有 但是别人的苦你也未必有啊 你看到这些人聚在一起 他不是在谈财富的累积啊 他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人谈论的就是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啊 可是在这么多话题里面 我发觉一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钱的问题容易解决 钱的问题很难 钱的问题只要你肯做 你不会饿死你的 你赚不了多少 但是你知足常乐 你就永远比别人多 你如果不知足 你永远比别人少 所以钱一个有限的东西 最不值得挂怀 那如果我们因为钱的借口 我们不修道呢 笨蛋 我只能讲你笨蛋 你将来会后悔 那情的问题很难解决 因为情的问题 它不能取决于我们一个人 我对你好 你与我有疏愿 你就是看我不顺愿 我夫妇奈何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要自己要放下 他有过去生的因 他有现在的因 现在的因如果解决了 跨不了过去生的 你就放下 都不要因为一个钱 一个情 障碍住自己修行的路 这两个你触犯到哪一个 都是笨 加第二个蛋 你们就不能生气咯 因为我不是收你们 你们欠哪一个 我就不知道啦 反正你们也不会来找我借钱啊 你们最常跟我谈的就是 你们的感情的问题 当然也绝对不是男女的感情啊 这个就太污蔑你们呢 修行这么好 还会在男女的情上面去做文章嘛 夫妻啊 然后父子啊 然后阿公阿嬷 对孙子啊 都是一个情字 做了该做了就放啦 所以修慈悲心 这一生度不了你 来生 期待来生 有缘再相见 既然要期待来生 你就不能记恨 记恨就变成冤家路展 然后心不放过 学到了路上 不要放松自己 你稍微一放松 六根就奔窜出去了 然后断除称慧 称慧是我们面对逆境 最容易显发的情绪啊 然后善男子 若人能成如事五事 当知世人能修忍入 一个人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能起这五种欢响 而且能做得到 这个人忍入行 早晚就会到位 就会成就的 刚刚有提到 佛门里面讲 忍入有三种城市 僧忍叫做众僧忍 他是破我们的人空的 那接着什么叫法忍 法忍他有很多意思 第一个 我们要学这么多的法门 像我们有道卿在问 哎呀你们一贯到很累呢 哇你们常常开班 要听这么多的经典 有没有 这个好累哦 有没有更简单的 我说一贯到更简单 三宝拿一宝 你就能成就 那你们为什么 常常研究这么多经典 我说经典是为了 让我们在度别人的时候 我们能够言之有物 有本有据啊 不能够随意胡说八道 经典是为了让我们 对一件事情理解的更透彻 我们更容易破解 自己的愚痴的 如果你对一部经 你啃下功夫 一部经就够你用的 你未必要读这么多 但是我们的毛病习性很大 有的时候一部经 常常反复思维 久而久之就麻痹了 天天讲孔子 讲久以后 孔子就不代表什么含义了 刚开始讲孔子会有敬畏 后面孔子就代表 好像老生常谈了 就像我们刚开始来到佛堂 各月前你去思维你的心 我们刚进佛堂 学会吃饭要举煤起 那有一个戒慎恐惧之心 因为过去在家里 从来没做过这个动作 饭拿来就吃了 对不对 突然要我做这个动作 我会特别留心 有没有做 有觉得做这个动作多好啊 彰显我们有感恩的心啊 我们对老天的恭敬 刚开始有这种心态 各位前你再想一想 佛堂做了五年十年二十年 现在你还在举煤起 可是跟你当初 刚进佛堂举煤起的那个心态 你去思维 那个恭敬度有几分 它没有越来越浓 大部分的人会把它变成形式 公式化 我要吃饭之前 我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不做这个动作 不能吃饭 不礼貌 它就变成形式 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 读一本经 确确实实就够了 可是一本经 我们反反吩咐读以后 人有一个惰性 同一个地方在四维九肉 就觉得他不稀罕了 所以今天用老子 明天用孔子 后天用释迦牟尼佛 那是要不断的给你打强心针啊 如果只打孔子这一针呢 你有免疫力了 那个蚊子啊 你天天放那个毒气给他 我们久而久之 他在那个毒气里面 他都有抗体啊 我们对圣贤的语录有没有 同一句话用久了 你也有抗体了 这个抗体叫做麻木不仁了 没有感觉了 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当头棒喝 心头为之震动一下 那是好现象 第二次还有点感动 第三次感动没有了 第四次 就好像眼前吹过一个 一阵风而已 没有任何感觉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开班 就是在降服我们 麻木不仁的后一阵啊 那这么多的法门 如果你没有耐心 你学得下去吗 你以为读一本经就那么容易吗 那一本经每一个字 字里行间你要了解透彻 你要多少东西在后面论证 哎呀怎么搞今天又要开班又要学道理 当你没有这个忍耐心的话 请问你你能够多闻吗 你不能多闻 是不是 那我在研究这么多的义理之前 那我在研究这么多的义理之前 义理之后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心里没有挂爱 我其实这个法里面 除了道理以外 它还有一个万法 什么叫万法 物质上的东西 你举目所见这么多的东西 你要怎么能够看破放下 在圣神的法里面是指圣人的义理 我能够透过圣人的义理的熏悉 让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忧愁 能够安住在那个道理里面 我的心悠游自在 这个叫法里 我能够在一切的万事万物里面 不被境界风给吹动 不要贪明 不要逐利 不要留恋欺恩子爱 不要想要去累积自己的高宅滑下 各位前贤 你都可以 在法人的这一关里面就修道理 那这个就是法告诉你 万法皆空啦 刚刚讲你要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当中 就是你把法制给破了 你能够把外面有向的物质的东西 不要想多多欲善 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留不住它 那是不是万法皆空 所以凡夫地 然后到罗汉 到菩萨 这个法人的境界都不一样的 那最终的目的呢 步步提升到最后 人法两空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当中 你外面的人在骂 有情的众生骂我 我也不动于心 外面的这些的所谓的 这些的有向的东西 我也不想要把它揽为己有 因为我知道万般带不去 我有业随身 有向界的东西 全部看破方向 那一颗心就再也不会随机扭转 这个就是你修忍入行 逐步提升的一个火候 人这一生 我觉得你有得多也很辛苦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听说是半水那边的房地产 前一阵的炒作太高了 有一个叫做什么名字 三个字的 不方便替他打广告 两三年前买的时候 听说一瓶76万 现在不是有实价登陆吗 炒作上去的 听说现在啪啪啪 掉到30万 最近存交一户叫做30万一瓶 各位前线 你看你没钱多好 你没钱你买不起 现在就不会垂胸顿足啊 同样一个点 怎么差了两年 差了一倍多 怕细减 那个有钱人不就烦恼吗 因为投资是为了将本求利嘛 那你没钱的话多乐啊 因为你不求利 所以也就没有失利的那种挫败的感觉 这拥有不见的是好啊 房子越多越好嘛 不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你租个人家 有一天人家在里面上吊自杀了 这个事情不可能吗 你租到一个奥区在里面破坏 没有吗 对不对 我就碰过啊 所以我本来两间房子 我就把它贱卖掉啊 真的是贱卖耶 送给一个非常有缘的人 五折多 四折给他 捷运站旁边难道没有这个价值吗 我后来也 等我清醒以后 有一段时间不是也不平吗 我后来就要 我跟这个人一定有姻缘 怎么会把那么间好房子就这样送给他 他与我一定有缘 过去生一定与我有恩 所以看到他的困境 会让我这么一个吝啬的人舍不得 可是我现在是真的把它放下 我觉得你不要想要拥有更多 你拥有的反而是最多的 当你不断的在追逐 你什么都没有 我昨天跟我朋友聊 他就谈到这个 他以前是多么有钱的人啊 现在呢 现在有一个斗士可以居住就很好了 我就跟他讲 你现在的环境 才是最优美的环境 过去为钱在奔坡的时候 啥也享受不到 现在专心在念佛了 他说我想开了啦 有一间房子可以遮风避雨 我还能够吃得饱 睡得暖 听听佛曲 听听道理 人生于此又有何求 我说你觉悟了 不晚 因为人那一口气还在 七十多岁啦 可是也荒废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一场空才绝今世而作非 他还有觉悟的机会 前仙你呢 你们在座的都是觉悟的人啊 否则怎么会礼拜师跑来这里呢 看股票的看股票 看房地产的看房地产 逛街的逛街 就没有人有心情去听听听看佛陀讲的议理 所以你我都算略为觉悟的人 我们也不要太自贬嘛 这一段经文是谈到一个修忍辱的人 他外在行为会示现出 他讲话 软言就是口气很温和啦 不会像后学讲话那么粗暴 然后他的身口意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都不离开千功和蔼和颜悦色 他面对人的时候 他会先向人问好 我遇过一个道庆 不是属于我们这边的 别的佛堂 其实我称他为名义的道庆 这个道庆早期见面的时候 他身上有个特色 他跟你迎面而来 他看到你 他也不会跟你打招呼 他一定要你开口 各位浅显 然后当你跟他打招呼 他会说 哎呀哎呀 我怎么刚刚都没有看到你 十多年来 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模式 我以为是对我而已 后来我仔细观察 每一个道庆 一定你要先跟他打招呼 要不然他绝对不会先跟你打招呼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很了不起 确确实实我遇到这样的人 各位浅 这样修道有用吗 天天在解佛经 这个解佛经 那个 我就在旁边在笑 我们不指责 但是你以为大家都能够接受 十多年来你都目中无人吗 都要别人打完招呼 你才看得到吗 他永远看不到你 各位浅 你修道这样再修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我看到先一问讯这四个字 我就 哇 这种人还真的有 这也难怪佛陀讲 这样的人是什么 是有修忍辱心 表示你把自己压得很低 忍辱是破我直的吗 你跟人家主动打个招呼 是会损掉口水 还是会伤到气力 人如果高傲到这种程度 各位前嫌 可悲之至 但是没有人破他的鱼吃 他就是这样 然后见人就要讲大道理 可不可笑 各位前嫌 这么可笑的范例 就是你我的法师 别人可以错 你我不可以错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能够面对 一切环境的顺根力 他了解缘起信空的道理 所以他不会把顺势 逆势 耿耿于怀 不能放下 这样的人才叫做修忍辱心 他能够按耐住自己的情绪 又能够把自己的情绪 化为乌有 这叫忍辱心 所以若能修空三昧 当观诸众生 息事无常 受苦等享 我们真正修忍辱心 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你真的要理解到万法皆空 众生是无常 何谓众生无常 因为他一念绝 他有出六凡法界的机会 他就不是众生 众生是极重苦之所生 他跳出六凡法界 他只有乐 他何来苦了 所以我们就不敢瞧不起任何一个人 你如果了解十年风水轮流转 你对于那位在低位的人 你就不会亲见他 你对那个位在高位的人 你也不会想去阿语奉承 因为你知道没有出六凡法界 高低是循环轮转的 他现在在高位 不表示永远在高位 你何必要媚着良心去阿语奉承 他现在在低位 有一天轮到他的时候 风生云水起 他也会大明大化 他又爬到高位去 你何苦现在去亲见于他 如果能够如此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跟泛夫走足在交往的时候 你都不会口出狂言 你去市场买菜 路边看到人家清洁 你敢对人家亲密吗 你不敢 这个叫无常 无常就是会有变化的 你我也会有变化 我们永远在顺境吗 我们永远在逆境吗 如果逆境不是永远存在 为什么短暂的逆境 你就熬不过去 如果顺境也不会永远 横随在你我身边 你有什么好得意洋洋的 终归是一场空嘛 当我们在在处处起这种观想 你就能够把外面带给我们的影响 会降到最低了 所以被骂辱时能观骂者如狂如痴 至小无知 别人骂我们 如果真的是无中生有 你就把他当作发狂的人 小孩子骂人 就像那个小学生讲的嘛 老五跟狮子生的下一代叫做老师嘛 你老师如果知道他真的是很同言同语 大人讲这句话有可能 还有一点好像这个纸伤骂怀 小孩子绝对同言同语 你就不会生气啊 所以你知道他是孩子 你就不会计较 你就能忍入 忍入就是代表心量的一个扩大 所以那天不是看到一个新闻 所以一个小孩子摸到人家的衣服 摸到那个有钱人的衣服 可能穿得很漂亮 去7-11买东西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一个小孩子跟着妈妈过去买东西 大概两个人有缘 这小孩子过去摸了这个女孩子的衣服一下 立刻把他打下去 我想大概那个衣服 质地很昂贵吧 你如果学佛语后 你对佛语了解了 我们看到小孩子 你都不敢亲见他 不了解佛女人 看人家爸爸妈妈不注意 人家注意到 好可爱好可爱 爸妈一不注意给他捏一下 对不对 人家父母在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对着小孩子慈眉善目 父母一转身 我们就狠狠地瞪着他 讨厌的小东西 是不是 你学佛以后 你敢吗 你不敢 有一次我们在等车 我们骑着脚踏车 看到那边有小孩子迎面过来 那个推着往后车 那个小孩子会一直瞪着你 其实他不是瞪着你 因为他在旁边 小孩子目标就是 旁边有景物 他就看着那个景物 你看那个小孩子 看着你的时候 你不敢给他瞪回去 你会先露一个微笑 为什么 广洁善缘 万一他是大菩萨来转世 有没有 这一笑有没有 这就是地下美好的因缘 所以了解佛法 对任何人任何物 你不敢亲见二字 你会尊重 所以这样就能够修人入行 空上面就是了解 万法皆空 世间所有一切 缘起则有 缘灭则无 所以缘起缘灭的时候 相聚的那一刻 不要结恶缘才是最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你也不要缘续来生 太累了 所以智人当官 圣我者骂 我不应称何以故 我若称者获夺我命 这一刻在告诉我们 是食物者为俊杰 假如有人 他的力量大过于我 身强力壮 我像瘦弱的一只小鸡一样 他在骂我 在打我的时候 我千万不要对他 面露不悦之色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高兴 他有搞不巧 他就会把你的命给拿走 是不是 就像我们在遇到人家 抢我们东西 你也要看看 抢你的人是什么人 如果时间三更半夜 对象身强身高马壮 他抢你 抢你东西丢了 才去人安乐 如果大白天 又是一个小布隆东的 那你可以追 你要看时间 看背景嘛 你连时间背景都搞不清楚 皮包里面就五十块钱 你也去追 追什么追 你的命只值五十块吗 大白天的 五块钱你要追都有可能 为什么反正不会危及到自己 就是你要分辨 利害轻重 佛讲这句话 我觉得蛮适用 我小的时候 就是不是小时候 我曾经啊 讲一句 自己的那个可笑的事情 刚开始 没学到以前 我个性是很猛的 我是真的是 典型的那个山东人的个性 二十年后一条好汉 你绝对不要骂我 你绝对不要故意欺负到我 因为我一定跟你没完没了 我会觉得被欺负 不反击 是一种 何以为人啊 对不对 以前真的就从小 这种思维被灌输到 到后来学佛以后 有没有 那就 慢慢会调整这个心态 年纪也大就调整 可是那个恶根性在 在阿赖耶稣里 没有连根进化掉 刚开始学 不懂得进化两个字 是在表面上做功夫要忍耐 有一次我骑车 骑在中港路 带我的儿子 要去看医生 好像中港路有一个 看耳鼻喉科的 结果我骑过去的时候 有一个人一面撞到我 他撞到后学呢 他把车停下来就 挡在后学前面 就发脾气了 两个年轻人 就开口骂 我就觉得莫名其貌 那一天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有没有 那个无名怒火三千丈 他骂我就给他骂回去 他说你再骂我就打你 我说我就站在这边 等你来打 我就站在你的前面 我等你过来打 等你这一拳下来 我就让你知道 你要有付多少后果 我说你以为女生都好欺负 他不敢动 两个人不敢动 你给我站在那边等 我叫人过来 我说我就在那边 我不走 我等你过来 我就是不肯吃亏嘛 后来我就带着我儿子 在那边站在等 等到五分钟 有没有 我心想不对 我带着我儿子 他会带一大堆人 有没有 好快不吃眼前亏啊 我就不等了 我就骑车走了 你看哦 人心里面的那个东西没有进化掉了 他一个进阶风吹动的时候 他会整个连根带起来 假如我继续等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来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是今天你在问我 你撞到我呢 你撞到我 我就认倒霉吧 对不对 你骂我了 你骂我了 既然都已经认倒霉 骂一骂也不痛不痒 先自保为上 所以修行可以保得我们 使得万年传 因为你不会争了一口气啊 以前后学会 陈勇斗合 典型的就是 孔夫子在中庸讲的 北方之强 可是孔子又讲啊 南方之强才是君子之道啊 北方之强 体肤之勇也 所以若不如者 称义不应报 何以故 比我们强的人 他侮辱我们 不要想回报了 忍一时有没有 保得什么 这个身体扛 太平 那如果不如我的人骂我 你还要跟他计较吗 那个小孩子骂你 你要跟他骂回去吗 你能够想象一个五十岁 跟一个五岁的孩子对骂 你认为谁会认为这个五十岁人言之有理啊 是不是 常讲大人不跟小人计较 强迫我们不要争 因为争没有好处 不如我们的也不要争 因为什么 显不出你宽宏的大量 所以非丑皮固 我若抱着 入我身口 那这一个不如我的人 为什么我就不能够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呢 因为他跟我 处的位置不对等嘛 他比我弱小 他不如我嘛 我如果还要把他还把回去 或许是侮辱我自己啊 所以譬如有人受毒与他 人无责者 人无责者 譬如今天 我把这个毒药 交到你的手上 不会有人骂你 可是 如其自服 人则吃笑 如果我把毒药 加到毒药 交给你的手上 不会有人骂你 但是你把我交给你的毒药 给吃下去哦 别人就笑你 你呆子啊 给你毒药 你也吃啊 懂这个意思吗 意思别人骂你 不会有人骂你 别人骂你 旁观者不会认为 你这个人不对 可是如果你跟他回骂 佛陀的角度 你就不对 就好像人家丢毒药给你 你不回应 毒药又与你无伤 你回应了 就好像你在 把那个毒药 换到身体里面 伤害到身体了 所以若称敌者 当于未来受大苦恼 我们恨一个人 讨厌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的喜 跟正 取跟舍 都攸关未来生 我们的命运的好坏 所以要想未来走平坦的命 现在就要学会 在很多地方上面 不要去跟人计较 一切圣人 惜当责我 如果我们忍不住 那一口之气 我们自己将来多 恶到受苦 然后圣人还要责备我们 你傻瓜吗 人家给毒药 你就把它吃下去吗 别人骂你 你不收下来 礼物他就带回家了 意思吧 所以以示因缘 我身若被解砍分离 不应生生 佛陀就讲 过去他修忍入行 割力王 枝解他 他不起称分性的原因 就是如此 所以应当升官 网页因缘 我们人跟人的相处 都离不开过去生 因缘的关系 所以有缘相聚 好好坏坏 把这个结给他打开 你要能够打开 而不要再结死结 要当休慈悲 怜悯一切 你要卑鄙 人只有在不明理的时候 才去侮辱别人 欺负别人 别人可以不明理 你不可以不明理 因为您在学圣人之道 所以如是小事 不能忍者 我当银河能调众生 眼前些微的小事 都觉得所谓的 如梗在喉 如刺在背 那你怎么有能力 将来去调伏众生 佛的十号之一 叫做调育师 调育师就是 你能够调伏众生 让他们释放 自己的痛苦烦恼 你自己的痛苦烦恼 都没有一个出口可以倒掉 你哪有能力告诉别人 出口在哪里 所以忍入即是菩萨正音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是正果 所以你要将来成无上正等正觉 得这样殊胜的果报 因地修行 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修 那就修忍入行 其实六度都是正音 你要成佛 一定要勤陪六度 我若不种 如是种子 云和获得 如是正果 我想成佛 却不肯在 因地修行的时候 修忍入行 扩大心量 那你将来 怎么可能有机会 去成就无上佛道 所以算男子 若有智人乐修忍入 世人常得 颜色合悦 好乐一夕 人见欢喜 这次谈修忍入行的人 他将来得的果报 就是人见人爱 所以前嫌门 回去照照镜子 然后想一想 现在是不是已经 人见人爱了 如果没有 我们就加强功夫 所以堵之无厌 于受画者心不贪着 别人很喜欢看我 台湾话叫做有演员 是不是 这个人长得不漂亮 可是怎么看 怎么顺眼 那就是过去生结善缘 那面对别人 这么喜欢我们 我们就乐不可知吗 那你又掉落到陷阱了 所以于受画者 心不贪着 别人还对我们 有好感的时候 顺境也不要交得意满 你不要贪恋 你一贪恋有没有 善因缘又会变成恶因缘 我们举过 这个文昌帝君英志文 提这个所谓的 文昌帝君转世做 汉高祖的孩子 如意王子 然后他的母亲叫七后 他之所以有这么悲惨的下场 实际上他要负其责的 他是一个妃子 因为仗着汉高祖的一个荣宠 所以也蛮挥霍的 以经文来讲蛮挥霍的 然后也蛮不守本分的啦 所以敢跟吕后 抗庭 你正妻跟小妾 他位置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都守着自己的本分 都没问题 其实那个就好像现在人 现在的小三小四有没有 跟那个大老婆在斗法的 他就是因为过于仰仗 汉高祖的宠爱 结果哪知道汉高祖短命啊 死了以后 吕后立刻就开始报仇了 把他做成人质啊 连他的儿子都把他杀了 汉高祖死了一年 那个如意也死掉了 因为那个吕后的恨啊 太重了 所以如果没有汉高祖的一个宠爱 他妻后也未必会这么可怜啊 被荣宠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顺境 你没有那段顺境的遭遇 你何来后面的逆境的一个磨练 所以老子讲嘛 宠入皆经啊 所以你的顺境 你也不要贪拙啦 也没有看昨天 前两天的新闻报告 一个男生去外面 找他两个朋友 好像感情失忆了 感情失忆 找两个好朋友在那边聊聊天 抒发一些的那个 落寞的心情 结果新闻是报道 最近有一个 好像开玩笑的 骗子叫做 好像如果你不会把妹妹 就扒你的头 就扒你的头 那这个男的不就是要跟他的朋友谈什么 谈他的这个男女情感不顺意 蛮落寞的吗 照理说人在困苦的时候 会想找的人绝对是自己认为最支交的朋友 结果他这两个朋友 太什么 太不会看情况了 可能想要用一个比较 诙谐的模式 有没有 然后让他的朋友能够 舒展他不愉快的心情 结果他们就模仿 那个 戏虐的片里面说 不会把妹妹扒你的头 不会把妹妹扒你的头 就一直给他 扒头就打下去 最后有没有 这个脑 被打的恼羞成怒 拿到就砍他们俩 所以各位前写 一瞬间 从支交变成冤家了 所以你遇到好的姻缘 你也没有什么好 什么好了不起的事情 你骗子 下一脸 下一分钟变脸 是什么时候 对不对 所以顺不要贪 来了 就平平淡淡的 过去就好 所以至人见怨 以恶来讲 当发善怨 一个有智慧的人 遇到别人 恶人来加害我们 我还要起一个善心 怨比怨者未来之事 唯我父母兄弟亲戚 莫于我所生称悦心 这是佛陀教我们 假如有一个恶人 你的冤亲债主 用恶的言恶行 来伤害你 你要发善怨 希望这个人未来生 做你的父母兄弟的手足 各位前 我要先告诉你 只要你要衡量你自己 佛陀讲的话 是禁欲良缘 可是你要看 你的伙后够不够 你的伙后不够 你原谅对方就好 你不要说 哎呀下一辈子 你来做我的父母 来做我的手足 你的伙后不够 来生相遇就麻烦了 我是觉得 我们在研究经文 你要看一看 自己的层次到哪里 这是已经到菩萨为赐了 或者罗汉以上 没有那个我职了 所以面对那个加害于我的人 还要把他 希望来生做我的亲人 有没有 对他不起称恨想 这要很大的修为 你眼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修养 你不要随便发这个愿 因为会心想事成 玩笑话都不要开 那天我去冒养讲课 下课以后在几位在那边聊天 那有几位真的太熟了 我就讲 哎呀要出国吗 大美女陪侍在侧 前人说 投奖师 我说啊 收回收回 你一句话出去 你要负责的 你就种你未来生的什么 未来生的因缘果报 一句话都要小心 所以不了解言语的重要性 那个嘴巴乱说话 像鹦鹉一样 说话不负责 你懂得那一句话的 严重性的话 你会对于自己的言语 真的会降到最少 因为它确实会牵扯出 额外的一些的肢结出来 所以负当观察 若人行惨 颜色丑恶 诸根不惧 乏于财物 假如你看到有一个人 他的四肢不健全 长得很丑陋 然后六根就是残缺了 然后又很贫穷 那就生就一副 爹不疼娘不爱 过街老鼠人人想喊打的那种样子 那你看到这样一个人 你要马上起观想 当之皆从称因缘起 这个人过去生 必然称恨心很强 所以要修一个花容月貌 未必要天天佛前献花 你心平气和 不要随便发脾气 就可以修成花容月貌 如果天天佛前献花 然后脾气又很大 跑到阿修罗当女人 为什么 面貌绞好 心地冷酷 都有一个地方 容纳不同的人的 这一切法从心响生 要从心里面去进化 所以你了解一个人 长得这样子的凄惨 悲哀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自己 这就是称恨心 所带来的一个果报 所以我今云和不朽忍悟 我能够些微的事情 就开始跟别人破口大骂吗 不要啦 所以以示因缘 智者应当生修忍得 所以你了解前面 修忍辱行 所带来的好处 还有不修忍辱 所带来的恶果的时候 真正有智慧的人 就会有在于心量上面 努力去耕耘 去扩大自己的心量 所以善男子 菩萨摩合萨修忍辱时 一个修大圣菩萨道的人 在修忍辱行 常乐观察生死罪过 这是你平常 没事要起的关照心 生死轮回真的很辛苦 辛苦到极点 我本不欲生 忽然来到世间 我本不欲死 飘然了 离开人世间 昨天看到电视上 在播什么顺治皇帝 那顺治皇帝 最足以代表的就是 他出家了 他是真的出家 历史上说他死掉 可是他真的是出家了 他为什么会出家 因为在他做皇帝的时候 他受很多的人的一个钳制 他没有办法 把皇帝的那个权利 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实行推行国政 第一个 皇帝的威权 受到一些的 有势力的大臣的 一个钳制 第二个 他的感情生活比较被爱 有这些种种外在的 不如意 有带动他过去生的那种 修行的 阿赖耶士的 佛法的种子 起了现行 他就出家了 他如果没出家 现在没人记得他 他如果出了家 几乎没有人不提他 所以你才知道 你在人间六道轮回 你最终得到什么 其实你啥也没得到 我前几天跟我先生讲 我说我已经忘掉 我奶奶长什么样子了 后学的祖母 在后学五年级归空的 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 他住院的二十天 一个多月后学在医院陪他 因为那时候放寒假 我现在要想我祖母的样子 我想不到了 只有一个三寸鸡脸 我还记得 因为他铲脚 小小的像三脚板一样 拿掉铲脚布真的很臭 因为那个不能天天洗脚 没有铲脚布 真的不能走路 因为所有的脚指甲 是弯在里面的 只有大拇指 大拇指 真的不是人道的 这男生真的很糟糕啊 女生真的很悲哀啊 为了取悦男生 把自己的那个五官这样子 现在女生还是很悲哀 虽然不缠小脚 但是搁鼻子搁眼睛 搁来搁去搁一大堆 那还是悲哀 而且更悲哀 因为以前只有搁一只脚 现在有没有 全身动刀 动不好就翘辫子 所以男人 女人的祸水 因为你要取悦于男性嘛 你看我们丁讲师笑得很甜蜜啊 我太了解我们丁讲师 他最能接收后学讲的话 因为他知道我讲的话里面 有几分打趣的心思在里面 其实时间空间不断的变 人那一种心思变得机会不多 只是改了一个方式而已 我的祖母 我跟他活到 小学五年纪十一岁吧 天天住在一起 我都忘记他是谁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的爷爷也是我高一的时候去世了 我现在约瑞还记得他的样子 就是那个四方形的脸 然后身高不是很高的样子 叼了一个长长的烟斗袋 那详细如果迎面而来 他如果没有穿他的那件古时候 那个衣服 我也不见得会记得 我爷爷如果再来人间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迎面而来 我大概也不会认出来 脑海里现在只有什么 对于父亲母亲迹象 印象比较深刻 可是我在想 再过五年十年 可能也淡化了 所以各位前贤 人世间哪一个东西 你带着走的 我刚刚讲都是至亲的 假如父母与我们 是这样子变成最后一个云烟过去了 请问你 你与你的后代 不也是一阵云烟吗 那你有什么好执着的 如果父母是云烟 子女看你是云烟 那你还希望你的亲朋好友 把你放在心里面 终身不忘掉吗 你不觉得有点反常吗 你从最轻的推到输的 有选人的推到没选人的 各位前贤 哪一个情哪一份爱 是你带着走的 相聚的时候 好聚好散 离开的时候 潇洒一点 最后终将你我 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 你这样想一想 你就不黏着了 你这样想一想 你就不会为了这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把自己的生死大事给放下了 要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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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到六十七十还要再急着赚钱 我说我只能讲业力也真的很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观察生死罪过 人又不能够免于跳脱六道轮回 只有修 乐修法行 勤于精进 唯一能够跳出六道轮回的 就只有修行 你修行不离开智慧 所以要读诵书写如来正典 这是经典 佛跟圣人讲的经典 供养师长有德之人 这是善知识 因为清净善知识 可以得到善法的熏悉 能瞻病苦 这是培养你的慈悲心 对于生病的人要去安慰他 要去慰问他 然后修慈悲心 怜悯一切 一切有情众生 行书体部书 都以对待人的那种关怀 去悲靡那些不同形体的众生 所以见苦老者 能力远移 遇到一些人 在遇到困苦的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好言去开解 让他能够放下自己的烦恼 千万不要让人家雪上加霜 不跟我们聊天没关系 聊完天有没有活不下去 那你叫哪一门的大圣菩萨道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 因为你的言语不是本诸于圣人的一个教导 是情绪上的东西 情绪上的东西 接收者做 他也会带动他负面的情绪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造因果了 所以要常乐出家 乃至尽寿 持戒 精进 这所谓的出家就代表学到啊 因为学到修到 才能够出六道轮回 而修到要成道 他就不离开持戒跟精进 所以尽寿就是尽行寿 忠我这一生 进入道场之后 绝对不半途而废 这个叫做尽寿 所以射持六根 不令得起烦恼因缘 好好胜负自己的身口意 不让我们的六根往外犯 带给往外去奔窜 带给我们无谓的烦恼 所以宁舍生命终不回戒 宁可丢掉生命 也不要毁坏自己的戒律 这要真的不毁坏戒律 很难啊 昨天跟人家一天的常谈 谈到后面我也很累了 然后坐在车上 我仔细思维 惨了 又讲了几句不当的话在里面 为什么 为了要去印证一件事情 又取了第三人称 来做一个印证 哇这个好累啊 犯口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做好事 要做得实全实美 你也要有一个戒胜恐惧之心啊 唯一的就是我们没有怜悯戴性 但是尽可能不好的事情 不要举别人做事例 我们用经典来说就好 说自己不犯过 说别人他就照口过 若他有事 乐为管理 当别人有事情的时候 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就去帮忙 乐为管理就是 伸出手去帮对方的了 所以常有惭愧 乐赞忍得 对于自己的修养 常觉得不足 惭愧就是 觉得自己不如人 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如法 所以我们很高兴去赞美 那些能够修忍入行的人 为调众生 堪忍众苦 为了早日培养出 能够帮众生调伏烦恼的能力 现在在人间学到 我乐于修忍入行 愚愿尚能忍于恶事 旷富倾索 假如我们对于那些冤家 就是与我们有仇的人 我们尚且对他所做的事情 能够包容 那为什么你的至亲 你不能包容呢 我们在佛堂 对老人都很恭敬啊 老人对年轻人都很慈悲啊 是不是 看起来老弱有没有 都是和乐一片 那回到家里 对于自己的长辈 对于自己的晚辈 那个包容心 是不是依然在 所以不断地在讲课里面 举一些现实生活的例子 是希望 要让我们自己心性不断地提升 最佳的方法 没落时时刻刻 去对号入座 所以今天这堂课 跟前嫌分享到这里 有不通畅的地方 再给后学指证 感谢天使得 谢谢大家